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火星是太阳系的第四颗行星 由于某些地方与地球极为相似 所以火星也被称为地球的孪生兄弟 也正是由于火星与地球有着一些相似 火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是人类 太阳系 移民的首选目标 然而在之后的探索过程中 科学家发现一切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也让科学家们产生了质疑 移民外星真的好吗 众所周知 外星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 也是离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 火星是太阳系第二小的星星 近似于水星 火星的直径约为地球的53% 质量为地球的11% 表面重力只有地球的五分之二 火星自转一周平均需要24小时39分35.24秒 地球相近 但火星公转一周 大约为地球的两倍 也就是大约两个地球年绕太阳一圈 其实人类对火星的发现与研究自古时候就开始了 在殷须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火星的记载 我国古代将火星称为萤火星 因为其阴影如火 并且位置与亮度 让人难以捉摸 在意义上 国外的古文化一样 都认为火星是战争与灾难的代表 也如同它的英文名Bars一样 以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为象征 虽然火星在古代被视为不吉利的表象 但在现代可是天文学的香波波 在近现代的火星的研究表明 火星是太阳系中最适合移民的星球 首先火星距离地球非常近 其次火星与地球的环境更加接近 别看现在火星是红色沙漠 一片荒芜 但相对于水星500摄氏度 昼夜温差 进行高于地球92倍的大气压 火星在地球这些类地行星的姊妹里 温顺的就像个小猫似的 况且火星一日和地球一日的时间非常接近 也因为转轴轻角与地球相近 季节也与地方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火星上有水 这就给火星移民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可行性 2008年7月31号 NASA发射的凤凰号火星探测器 直接在火星表土之下发现了水冰 2013年9月26号 NASA的科学家报告称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发现火星土壤含有丰富水分 2015年9月又正是火星有间歇性的流动液体盐水 2018年7月25号 意大利航天局也宣布通过分析欧洲空间局火星快车号 探测卫星的雷达数据 发现火星南极冰盖下的1.5公里处 就是一片巨大且稳定的液态水体 虽然这是一块寒冷的咸水水域 更加坚定了人类对于火星水的探索 毕竟寻找到了水 就是寻找到了生命的第一步 意大利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罗伯特·奥罗赛表示 这可能是我们在火星上找到的首个栖息地 人类发射了47次火星探测器 但只成功了24次行星探索 磕磕绊绊 火星征途路漫漫 1963年3月21号 苏联的火星一号探测器计划 执行一个飞略火星的探测任务 但它距离地球大约1亿公里的地方 因为导航设备故障 失去了控制 就是黄道面成为了一个太阳卫星 但是这次飞略任务被认为是人类探索火星的一个开端 由此开始火星逐渐揭开它那赤红色的面纱 1905年7月 美国的水手4号经过漫长飞行 成为第一个飞跃火星的太空船边的 距离火星1万公里的地方 拍下了21张照片 人类这才第一次看清了这个充满沙漠陨石坑的异乡世界 6年后 同属USA水手号计划的第9架航天器 水手9号发射飞向火星 并于1971年10月14号抵达火星外预定轨道 成为了火星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1年5月28号 苏联的火星3号由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并于12月2号成功软着陆火星 虽然它在登陆后仅过了14.5秒便失联了 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张完整的火星表面照片 但是这仍然是第一个成功着陆火星的探测器 为后来者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数据 在这之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 人们对火星的了解渐渐丰富了起来 不仅通过照片看到了火星表面充满沙子的地表 也通过卫星得知了火星南北半球地形的强烈对比 北半球平原广布地形舒缓 南半球高山峡谷众多 并穿插着大大小小的撞击坑 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有着一只太阳系最高的山奥林帕斯山 高于基准面21000米 比两个珠峰加起来还要高 不仅如此 我们还了解到了低于基准面8200米 希腊撞击盆地 这是火星上最低处 我们还知道由于天气沙尘散射在火星上 看到的太阳呈现出深邃的蓝色 就如同掉落在沙地里的一颗蓝宝石一样 这些别样的景观都是50多年来 人类对火星前赴后继的探索才得到了宝贵知识 这些知识承载着我们对于火星的向往 一并存尽了天文一号之中 等着它谱写着荣耀 2011年10月8号 中国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 引火一号与螺丝的采样返回探测器 一起发射升空 这是中国的首次火星探测行动 由罗斯联邦航天局共同探测火星 但是几个小时后 俄方宣布因为主动推进装置 未能点火 从而导致搭载引火一号的福布斯土壤号火星探测器变轨失败 最终在2012年1月 这架以火星古称 引火谐音命名的探测器 坠毁于太平洋 也代表着中国第一颗火星探测器 发射以失败告终 2016年1月11号 中国火星探测项目正式立项 因为引火一号的失败遭遇 此后的火星探测器将选用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完成 2020年4月24号 国家航天局宣布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命名为天门一号后 续行星任务也将依次编号 2020年7月17号 长征5号摇四运载火箭进入文昌航天发射场 7月23号12点41分 长征5号摇运四运载火箭 搭载着天门一号探测器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也机身行星探测队伍中 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将人力 物力财力投入到太空探索上了 为什么要进行太空移民 好好改善地球的居住环境 保护地球资源不好吗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这星辰大海的目标代表着什么呢 2017年腾讯WE大会上发表演讲说 在过去的200年里 地球人口增长是成指数级的 每40年世界人口就会翻一翻 这样的增长速度会让地球在不久的将来 变得十分拥挤 更会消耗掉世界上的大部分资源 那将是极其热闹的世界末日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 是新的移居星球 外星生命 还是往太空发射无数探测器的期盼 或者是火星上发现液态水的惊喜 亦或者是旅行者号冲出太阳系 进入宇宙空间的激昂 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 人类文明 开始于约1万年前 我们的发展一直在稳步加速 如果人类想要延续下一个100万年 我们就必须大胆前行 涉足前人无所及之处 这就是星辰大海的意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